今天这个视频您所看到的画面呢 是由腾龙1770这只镜头搭配富士XT3拍摄的 包括此时您看到的这个室内部分的录制 这是腾龙为富士X系列机身带来的第二只镜头 焦段为17到70 等效焦距呢在25.5到105左右 尽管富士原厂的标准变调镜头目前啊已经有了三个了 但同时拥有大光圈和防抖的镜头呢 目前还处于一个缺席的状态 那么腾龙这个1770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个空缺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这只镜头的综合素质到底怎么样 值不值得买 由于要测试的内容呢比较多 所以视频呢会稍微有点长 拿起插杯咱们走起来 这个标准变调镜头啊是非常理想的旅行和日常挂机镜头 所以为了测试这个镜头呢 我去了好几个地儿 模拟了一下旅行时比较常遇到的一些拍摄环境 很幸运的是在短短的几天内啊 我就经历了晴天阴天日落 还有城市夜景 先来看看这些样片吧 好几个地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头的外观呢还是腾龙的一贯风格 磨砂涂层 摸起来手感呢比较的温和 略有塑料感 搭配富士原厂的亮面涂层机身 也许会让你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太搭 但是这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密封性呢我觉得这回还行 1770带有这个防尘防水的设计了 带着他去沙滩我玩了一圈 好家伙 这一阵风吹过来啊 相机差点就让沙子也活埋了 回家我赶紧一通猛吹 还行 没进灰嘿 所以说这个防尘防水的设计呢 对于咱们旅行来说呀 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天气呢 真的很难预料 1770在重量上呢 属于能接受的范围 带着一击一镜出门的时候呢 重量对于我来说刚刚好 握在手里啊 不会有那种手腕子疼的感觉 会明显感觉比我平时用1655的时候呢 要轻一些 但是呢 它也没有特别的轻 比这个1680呢 确实略重了一点点 1770属于细长型的体积 镜头口径只有67毫米 1680呢是72 1655是77的 如果您是打算用这个1770 去搭配70300来使用 诶那正合适 不仅可以在焦段上 做到一个完美的覆盖 还可以使用同一套滤晶系统 连转接环都省了 因为这个70300呢 它也是67毫米口径的 腾龙1770镜头上是没有光圈环的 装上镜头后呢 它会默认为自动光圈 需要通过前波罗手动的调节一下 诶您别说用惯了这有光圈环的镜头呢 突然间没有了 我老忘了调这个光圈数值 不过呢 这真的是一个习惯问题 如果用的时间长一些呢 就会自然解决了 这不我用了一个多礼拜之后 再用回我这个有光圈环的镜头啊 我的第一反应居然还是用前波罗来调整光圈 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呢 就是这么强 遛转流光 镜头外部啊 没有单独的防抖开关 需要通过相机内的菜单打开或者是关闭 1680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设计 富士比较新的镜头呢 现在就都是没有外部开关的了 大家拍夜景 长曝光 上三点架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手动关闭这个防抖功能 由于是副场镜头 腾龙1770呢 没有办法在相机内校正 镜头调整优化器这个选项是灰色的 我呢测试了一下各个焦段的效果 在日光下拍摄 可以说几乎看不到暗角的存在 夜光拍摄呢 可以明显看到暗角光圈 F5.6到2.8之间呢 尤为明显 通过后期呢 可以得到改善 这个镜头呢 算是在light tone当中可以被识别到的 但是它加载的这个晕影去除效果呀 有些夸张 需要手动往回稍微的拉一点 不过咱们平时呢 不会用这么大的光圈去拍摄夜景风光 在光圈F8到22之间 暗角控制的呢 还是不错的 通过后期处理呢 也能有明显的改善 修复之后呢 可以达到几乎无暗角的效果 平时咱们拍视频的时候啊 这个画幅尺寸呢 是会被裁切掉的 所以暗角问题 并没有影响到视频的拍摄 在同一场景下 不同的镜头焦段 它的效果实际上会是怎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 70毫米的长焦端 会比80要少多少 能比55 长多少呢 我拍摄了一组实际的案例 来给大家做一个视觉的参考 镜头焦段比较长呢 会在旅行中稍有优势 当拍摄的位置不能移动的时候 咱们就只能靠镜头 拉近距离拍摄远处的风景了 所以焦段能长则长 拍摄照片的时候呢 从17毫米直接变焦到70毫米 这个过程呢 非常的丝滑 变焦后 它的对焦反应呢 也属于很正常 并且是属于比较快的 对焦点的锁定呢 很精准 视频的拍摄如果是大范围的变焦 也就是说咱从17毫米直接就给拉到70了 它呢会先虚焦一下 然后焦点才会变10 那如果是从中间焦段 也就是说比如说 从24或者35变到70 那这种小范围变焦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拍视频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在不拍摄人的时候 关闭人眼识别功能 这样可以帮助相机和镜头呢 更好的识别咱们拍摄的内容 提高对焦的速度 对焦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是紧握住相机 其实是可以感觉到这个马达在对焦的 但是呢 基本上是听不到它对焦的声音的 所以这个镜头拍摄视频呢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如果您喜欢拍摄这种大光圈大景深 通过改变焦点的位置 带来一个特殊效果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么好消息是 这个镜头几乎没有呼吸效应 改变这个变焦点的过程呢 非常的顺滑 由于我呢 是纯属人工操作对焦环 所以这个速度啊 有点难掌握 当快速大幅度变焦的时候呢 就会很容易出现轻微的卡顿了 那如果您是使用电子跟焦器的话 我相信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不存在的 我平时使用这个富士XT3和1655来拍摄 属于一个完全没有防抖的体验 我呢是绝对不敢用 六十分之一秒以下的快门速度 所以在使用这个腾龙1770的时候 很明显我就能感觉到 它这个防抖的效果 手持拍照 最低的快门速度 17毫米端呢 我用到了七分之一秒 70毫米的长焦端呢 用到了十七分之一秒 拍摄的清晰成功率啊 依然还是挺高的 像什么四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秒 这种快门速度啊 可以说毫无压力了 对暗光环境的拍摄呢 可以说非常的有帮助 关于这个镜头和机身防抖 有没有协作关系 我呢就不太懂了 所以我去请教了一下官方 给到的一个答案呢 是镜头控制Pitch轴和Yaw轴 其他轴比如说XYRAW 是由相机的机身来控制的 所以我手持拍摄视频啊 在不移动的时候 很容易就感觉到能够端稳 当大范围运镜或者是走动的时候 就会比较明显的晃动了 所以还是得有机身防抖的机型呢 可以和这个镜头有一个协作关系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相比较这个毫无防抖的镜头来说呢 如果能有这么一点防抖 还是对拍摄能有一些帮助的 不会晃得特别厉害 而且这个快门速度啊 可以稍微的降下一点 作为2022年的新镜头 腾龙1770出现了与富士相机 型号匹配的问题 那以下呢是这只镜头支持的 相机机身的型号 看看您这个相机在这个名单上吧 带有机身防抖的XT4和XS10 都在这个名单上 每个镜头 它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啊 都不一样 对于一些拍摄需求 当然咱们是觉得越近越好 腾龙1770呢 拥有这个微距效果 最近的对焦距离啊 可以说非常的近 特别是这个17毫米端 近到超过我的想象 基本上啊 我就可以贴的这个物体上来拍 从而放大这个物体上的细节 这些呢是我使用光圈 F2.8在不同焦段下的微距效果 这简直是手办和美食爱好者们的福音啊 并且在这个2.8下的画质呢 我觉得还非常的不错 超近的对焦距离呢 让视频的拍摄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说了这么多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画质了 那么这个腾龙1770的画质 到底能不能让大家满意 或者说画质这一块 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加分项呢 咱们马上就来测试一下 以下您所看到这些样片啊 都是我的相机RA文件 直接打开之后的效果 没有进行调色和锐化的处理 只对白平衡做出了一些统一 既然光圈2.8是它的一个卖点 那么咱们就先来看看它的表现 17毫米广角端 最大光圈F2.8的中心画质 还算是清晰锐利 那边缘和四角的画质呢 就明显变软且模糊了 对比1655啊 腾龙1770的颜色呢 会有点偏绿 您别说这还挺有胶片感的 画质比不过镜黄 那基本上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咱抛开这个对比不谈 如果单看腾龙 在F2.8的成像效果 其实也还是很不错的 是不是 特别是拍我家小模特的时候呢 这个胡子和毛清晰可见 非常的锐利 带着在河边走了一小圈 用这个F2.8拍了一些风景和人 效果呢也都还不错 并且没有出现过紫边的现象 这一点值得表扬 对比其他的光圈成像呢 从光圈F4之后 画质整体就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光圈F4甚至要比F5.6的画质 还要更好一些 F8和F11呢 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 所以在17毫米端呢 我认为中心画质最佳的呢 就是光圈F4了 虽然光圈F2.8和F5.6 它的中心画质较为普通 但是呢如果对比它的边缘画质来说 相对来讲还拉回了一些分数 在两侧的画质上呢 这几个光圈看上去都没有拉出很大的差距 和1680如果去对比的话 那同样在光圈F4下呢 很明显腾龙1770的画质 无论是在中心位置还是四角边缘 都要比服饰的1680强了不少 从这个船上的围栏文字 以及岸边的这些格子纹理呢 都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差别 再来看看其他焦段的表现 24毫米大约呢 等效在35毫米左右 属于日常拍摄 咱们会用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焦段 最佳中心画质呢 我觉得是这个F4和F5.6 其次2.8表现的也还不错 F8和11的画质表现呢 也还算是平稳 对比一下四角和边缘画质呢 F4会比较的软 2.8和8的表现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佳边缘画质我认为是这个5.6 那么如果综合去评分 在24毫米焦段下的最佳光圈呢 我觉得是这个F5.6 和另外两只镜头去对比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哎 您别说还真能赢 虽然几乎看不出一个特别明显的大跨度差距 但是如果咱们从这个船身上的文字锐度 以及边缘和四角处的一些细节表现 比如说远处的这艘小船 还有远景的建筑 那么腾龙1770 都是这三个镜头当中最佳的画质 35毫米焦段下各个光圈的表现呢 比较的平均 船身上的文字可以看出细微的差别 夜景的这组F5.6的画质呢 会比较的偏软 F2.8依旧表现的很出色 对比一下1655的35毫米端的光圈2.8 哎呀还赢了 好吧好吧 如果是已经买了1655的小伙伴们 闭上眼睛 就当这张啊说拍虚了 咱们不慌 1680呢咱们就别来了吧 反正也没有2.8的光圈 50毫米端F4的画质呢 依旧非常的清晰锐利 倒是这个5.6的画质啊 脚外偏软 开始走下坡路了 光圈2.8依旧表现的比较出色 8和11呢 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画质 那虽然在各个焦段上都没能当上第一名 但是始终呢 都还保持着第二的位置 所以还算是比较可靠 那对比1655的55毫米端呢 腾龙的这个50会显得稍微的软一点 放大到200呢 会看得要更清楚一些 对比1680的50毫米端 腾龙的1770仍然还是软了一点 那对焦点啊 我一直是放在船身上的这个字上面了 那如果对比船翻的位置 会感觉腾龙1770的景深虚化呢 要比另外两个镜头稍微的大一些 70毫米端呢 是很多小伙伴比较关心的 好消息是这次所有的光圈画质啊 很接近 其中这个F4呢 是稍微的弱一点的 对比1680的80毫米端 那么1770在同样是F4的光圈下 稍微的软了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 但是呢 咱别忘了 它的最大光圈是2.8 那如果不公平的去对比 那么腾龙这个1770 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对不对 因为在70毫米的焦段下 它这个2.8的表现呢 还非常的不错 对比1680的F4 虽然有点欺负人了 但是结果呢 也非常的明显 腾龙这个2.8的光圈啊 稳赢 下面呢 是一组70毫米端 各个光圈的虚化效果 2.8到5.6之间的 表现呢 还是非常优秀的 当带有虚化效果的时候 您看这个四角画质的缺陷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呢 以上的画质效果您满意吗 我觉得这个腾龙1770的综合素质啊 超出了一点我的预期 那虽然它没能像165那样优秀 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 对吧 但是它呢 有一点防抖 F2.8的光圈素质呢 也挺高的 其他焦段呢 表现的也并不差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 称值的大光圈标准变焦镜头了 在价格上 如果您觉得165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算 那么相比之下 这个腾龙1770确实要有更高的性价比 它的定价和1680呢 是一样的 但是您别忘了 如果您是还没买气象机机身 打算买1680套机 那么核算下来 1680的价格呢 会更低一点 只不过它这个最大光圈呢 只有F4 腾龙1770它是恒定光圈2.8 1855呢 是浮动光圈 只能在18毫米端的时候 才能用这个2.8的光圈 而这个腾龙呢 它可以让您在使用任何焦段下 都可以用这个2.8的光圈来拍摄 那这对于暗光环境拍的比较多 哎 您别小看这个暗光环境 室内其实就算是暗光环境了 或者说您比较喜欢那种背景虚化效果 那么2.8的光圈啊 至关重要 况且呢 腾龙这个镜头 它的画质表现呢 还都挺不错的 非常的稳定 所以如果您是正在寻求一个日常挂机镜头 不介意它这个体积呢 稍微大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腾龙1770呢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您只想买一个镜头 旅行 一镜走天涯 那还是咱们上回测的那个18300 要更方便 选择这个1770呢 其实就是涂它这个2.8的光圈 特别是想兼顾也拍点视频的小伙伴们 那么我很负责任的说 这个2.8的光圈啊 实在是太有用了 我呢 经常收到留言和私信 很多小伙伴买了相机之后呢 想让我给推荐第一个镜头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刚好解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您是第一次买相机 那么我强烈推荐标准变焦镜头 而不是定焦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早晚您都会忍不住去买第二只镜头的 那么这第一只镜头啊 它最好是焦段的覆盖广一点 什么都能拍一点 这样呢 您就可以去尝试各种的摄影题材了 因为一定要试过了之后 才能知道自己喜欢拍什么 习惯哪个焦段 镜头的焦段这东西呢 真的是每个人的喜好特别的不一样 别人推荐的 真不一定适合您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感受 方法特别简单 您拿着这标准变焦镜头啊 出去拍一圈 用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呢 把所有自己喜欢的照片给挑出来 看看这些照片 您都是用哪个焦段拍的 自然您就知道自己喜欢哪个焦段了 哎 这第二只定焦镜头的焦段 买哪个 是不是自然就知道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生小课堂 我是艾迪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关注 精力有限 目前呢 我就只测试了一些自己平时会 真正用到的镜头 没有考虑过购买 或者是肯定不会用的那些设备啊 暂时就没时间测试了 毕竟没有长期使用经验的话 得到的结论呢 会过于的片面 所以大家呢 就多包涵了 目前呢 我专注于旅行摄影和城市风光 以及岩石摄影 分享的呢 也都是相关的内容 欢迎喜欢旅行和摄影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小伙伴们 中文大会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在此或许多跟约